舅舅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担来一切生命 生命天使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国学问答 佛教的所谓放生倾向商业形态 这个说法事实上是对一半而已 我刚刚说过 是不是商业形态不重要 我问你 一群人养了一堆要宰杀的猪 宰杀的鱼 他就要宰杀了 他会送你吗 他不会送你 你只要买 不然怎样 跟他抢吗 因为你的宗教良心很伟大 所以他得给你放生 无常给你放生吗 当然是买卖的 所以所谓的商业行为 这没有什么 重点在于 有没有破坏环境 放生如不如法 有没有在运输的过程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还有 他是不是正确的教导放生的意义 我想重点在这里 商业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没什么好谈的 讲白一点 我如果看到一只海龟我要放 人家抓在那里了 我要放 我也不能就这样跟他讨啊 海龟很贵呢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以后那个 陈玉 那个什么 陈婆 你回来也是海龟派 是这样 也是海龟 是这样 那也是很贵呢 是吧 那所以你要知道 我想重点在这里 那我们佛教主张就是这样 我曾经在东吴大学的宗教与法律研讨会 你们台大有个林明昌教授 他最对宗教的放生 他一直很有意见 我当时我们都在同样在会场上 我有一个说明 我有一个讲纲 那个讲纲后来是东吴大学的副校长还是谁 他是前大法官 也帮我拿去看了 也帮我拿去用了 我们那个是很合理的 我也可以PO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戒杀放生 绝对要做的 那是他有两个意义 第一 他本来就可以做得很好 不伤害社会 不伤害环境的啊 我可以小量放生 那像我们放的那个鱼啊 政府根本就希望我们大量放 为什么 现在鱼苗都枯竭啊 现在鱼苗都枯竭 他还希望我们放多一点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放生的宗教行为不能够被污蔑为 是一种伤害行为 那叫宗教还叫宗教吗 这是一个少数人当年不懂 当年不懂 然后呢 这个把它做成这样的 那不是说他必然会这样子 这点大家也要了解 大家也要了解 这不是必然的 这是第二 第三 我刚刚说了 他没有得取代 马上就要被杀死 他在恐惧当中 你除了放他身不安你 要怎样 当然你也可以是遗养啊 你也可以是遗养啊 没有错啊 是这样子 或者可预期的他就被杀死 你看那个鱼 鱼池里头那些鱼 干嘛 他可以从陆路跑掉吗 他没办法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永远被养大就带宰了 何况他多养一天 他就被伤人多耗掉一天的 什么 赤料费 伤人就越舍不得让他丢掉 让他跑掉 你要知道 所以他就越要把它卖来 卖给人家去吃 所以这就是必然会被恐惧的啊 你只要放对了 这就绝对是慈悲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 你都帮他念经 等他去死 你在外面弄个很美的环境 但这群鱼受用不到啊 对不对 这群 这个要宰杀的猪受用不到啊 所以都 你想不出什么方法来 对这个铃铛被害的恐惧众生 有任何解救的方法 除了放生以外 这第二 第三就是什么 放生是宗教行为 本来就应该表彰宗教的人权的啊 你爱护环境很有人权 很爱护环境 难不成我宗教家天生在害环境的吗 我不能这样子给你贴标签的啊 我承认有过失 那是人为过失 就佛教的放生 本质上不会破坏环境的 也没打算要破坏环境啊 我如果今天因为你这么一讲 我就不做了 那不等于我接受你的标签吗 怎么可以 所以不能这样做 我们不接受 佛教徒不能有这种想法 要做 就是做如法放生 哪怕你放一条鱼都好 要彰显这种宗教的人权啊 有些什么环境保护者啦 乃至于其他非佛教徒啦 甚至于佛教徒自己 他就说 我把环境弄好就是放生 这个说法对一半而已 对一半 关于放生 这个说法是对一半而已 放生的概念是 救他于立即或将要死亡 或者可预期的死亡 我去救他 是这样子的 预期的 或者不预期而发现的 或者是 立即的 或者不立即 但是将会发生的 不可避免的死亡 而的恐惧 我去解救他 这个跟我把环境弄得美美的 让鸡狗阿猫呢 什么东西都过得很快乐 这是有相关 但不直接 你要知道 所以不能够拿环保 来取代 立即性的 就放生的 那种解导玄 解恐惧 哪有弄清楚 这很多出教人搞不清楚的 他一直在写文章 说 以环保来代替放生 还沾沾自喜 说他那个是很先进的想法 我说你这是错误的想法 你这是在自我矮化宗教的人权 跟宗教的价值 你甚至于在让菩萨道的放生慈悲行为 被贴上标签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还在贴标签 这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出家人的正思维 正见 你看起来 你随顺世间的说法 你还自以为说 这叫做跟上时代 其实你在毁坏佛法 很多人是这样 很多人追寻世间价值 不遗余力 然后跟人家讲说 这是我们佛教跟得上时代 我承认有可能是 但不是必然是 OK 法师慈悲阿弥陀佛 那我觉得 我听下来我觉得法师对咒术两个字 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 就是我很好奇的事情是 佛教真的只有咒语 没有咒术吗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在陀罗尼吉经 由阿帝徐多尊者所翻译的这个经典里面 具有着佛教的咒术的部分 就像是有 这边有提到一个咒术叫做 叫做佛顶八轴弹法 或者是金刚地印法 七日作法 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不是一种咒术呢 那密教的十八道念诵 是不是这种咒术 那在大日毗如这那佛 成佛神变加持经卷里面也提到了 行人与满月赐入座宋时 那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咒术呢 那再加上就是 《悟空三藏翻译》的 《极树立焰摩摩序首楼天说阿伟舍法》 那这是不是一种咒术 那佛教如果是有咒术的话 那咒术这个实惠是不是在佛教内也是可以被使用 并且讨论的 那它可不可以说是一种 四地性的学习咒语的方式呢 那再来就是真言的部分 那真言如果心念集成的话 那真言的传承是不是变成是 自我心症的部分 那这种自由心症对佛教的传承而言 是不是一种伤害 谢谢许同学 那因为问题非常 所以我们先请法师回答 然后因为后面还有同学的问题 好 不好意思 谢谢 现在请法师 声音有吗 OK 谢谢 首先我说明一下 我刚刚讲的是世间用的咒术 我没有说佛教没有咒术 它咒术非常之多 包括《楞严经》里头也有咒术 它这里头还有 我们《药师法门》当中也有咒术 就像你刚刚提的 所有的这些一样 事实上是有的 完全不是没有 我说过 这就是世间存在的样式 那佛菩萨会不会去导引一些鬼王 或者是天神来让他们行某一些法门 立身的法门 当然有 非常之多 包括了《大藏经》的 当然有人说那是《伟经》 包括了《李七斗》 甚至都有 这早年我都有看过 这本来就存在的 首先要知道 所以说这个咒术 但至于说我会注意 要让大家注意到咒术这个事情 是因为更多时候一般人 我是把听的对象当作是一般人讲的 一般人 一般人会把咒术 当作是一般泛泛在电视上 电影上都会看得到的 那种咒术 很容易的看到它跟慈悲 内在的觉性 或者是善 或者是利益众生的 究竟用意不一样 常常是什么呢 常常是杀伐的 或者是对立的 或者是用不同的咒术在对抗 如果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就要注意 不要去学那个 我们有太多的案例了 你比如说我 我有一个后来皈依的弟子 他是怎么皈依的 他躺在床上皈依 他才几岁呢 他才十八岁而已 但他是机身 那他是不是因为 因为他是机身 他接了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呢 就是跟人家对抗 那当然呢 他运用了他的咒术 然后去跟人家对抗 好像刚开始赢了 是怎么样 结果呢 他就录影带看到的 就是说他白天光天化日之下 突然间的去撞 撞毙 然后就生命迹象圣山 那因为他们家传统以来 有降机 他们传统以来有这样 那他们就问了结果 当然来找我是因为说 要去皈依 那要怎么样 信佛 但他就说 就是因为用咒术去跟他对抗 我想指的是这 所以你刚刚提的那些 都是存在的 没有错 再来你提到第二件事 要不要传承的事情 是有两类 你看看 在阿含经里头也有杂咒 这种杂咒的话呢 确实是靠新城 哲理 这样来传授 再来就要看经典 经典有明白的说 由师父传承的 这在密教里相当多 相当多 这个就是有他的特殊的因缘 也可以被解读为加持力 那个就是如凭泄水的 我们被教的有时候也是这样 但那个就不广传 确实是 那就是他的传承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 那是就经典说 从来就是若诵此此 咒如何这般 那这个呢 在显教有用的特别多 这个我们没有在经典上 看到咒语有严格要求这样 而在经文的感应篇里 我们就看到了说 他也没有明显的 有怎么样子的传承 但是他持这个咒得大利益 也一样有 这是第二 第三的话 其实在咒有种持之意 其实在很广泛的意义上中 阿弥陀经的弥陀佛圣号 也是一种咒语的概念 那当然他不同一般意义下的咒语 有前有后的那个结构 确实是 不过呢 无论如何 这些都是可以广泛传词的 我知道在密教当中 有一群人认为说 坚持只要明知为咒 都是要有私私相受的 不过这在传在汉传佛教里头 明显就不是这样 而且送大悲咒得感应的 自古以来都非常多 你在经典里头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你很难感觉得到 这些人事实上是有所谓的 大悲咒传承的 也并没有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些有感应者的人 当然他刚开始可能是道教 也可能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他辞了佛教的咒语 那我就问他了 那为什么 他说他们的神也告诉他这样做 一样的 那我就问他 那你是怎么学 没有啊 他就叫我按照那录音带学 他们的神叫他这样做 所以我想我们尊重一些 这一类的看法的人 我知道 可是一样啊 汉传佛教长期以来 他的早晚课 怎么样 这些咒语就是存在着 存在着你说他没有用 如果说没有用的话 他就不会流传到今天 还有比如说啦 比如说我们的放蒙山的那些咒语 那些咒语其实就是当时甘露法师所传 他的法本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原始的法本的记录者 也没有说一定要传承的 这点呢 我想那就是不同 我们尊重有这种说法的 一定有部分这样的要求的 但事实不是都这样 至少汉传佛教的感 都看到跟做到的是这个意思 以上是这样 那么有一个蜂蜜联盟同学呢 他提问的是说 有一些宫庙里面也会有佛菩萨的像被祭拜 那也会有降价的仪式 那如果身为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该如何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 那该视为这些佛菩萨是 一般道教神士呢 还是他人属于佛教的范畴 这也是很实际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 首先关于说 有在道教里头也有观音菩萨啦 乃至于还供的奥密陀佛都有 在很多地方 那我想你就用你认知的观音菩萨 跟奥密陀佛的礼拜 跟尊重 多念在那里 不过但因为是道教的环境 你大概不会想说在那里打佛妻吧 是这样啊 所以说你遇到了是这样的时候 应该一个佛教徒 他到道教庙 或者是道教的公庙去 应该多少是参观意义啊 如果你是说我要去那里求 妈祖 那就很难说你是佛教徒啦 对不对 那不是说你不能求 我说不能求什么 我说你求跟奥密陀佛 观音菩萨 求应该是比较属于 汉传佛教立场的啦 那注意说密教立场是怎样 那另有因缘 不过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如果你做一个佛弟子 你的皈依当中说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 净行受不皈依天魔外道 外道典籍外道途中 在这个时候呢 外道不是排斥的意思 就是外道非佛法之内 心外求道之法 我们尊重 但是不能够皈依嘛 不皈依嘛 那从这个情况下讲 你要去求的话 再怎么样求佛弟子 还是应该求佛菩萨 而不是求鬼神 但是呢 可不可以求护法帮忙 那可以的 我们道场当中 道粮如何 比如说广化和尚 当年他的道场 他很专注用工 然后没有注意到 道场的经费怎么样 结果弟子来跟他讲 晚课玩的跟他讲说 明天的早餐的米没有了 哇那真的太 那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 在差不多四十年前 四五十年前 这样的情况 理论上说嘛 不是绝对不太可能 但是机会也不会很大 那能够到这种样子呢 显现是一种视线 他就去跟 委托菩萨说了 他是把一条绳子掉在 委托菩萨的脖子上 他说如果明天米没来的话 我就领导无方 没有道德 我干脆死在你面前好了 他就这样子 那是讲真话 所以他感动了 委托菩萨 隔天早课还没做完 就有人拉着三轮车 那时候只有三轮车 拉着三轮车来 急急忙忙的说 赶快要把这个收走 那为什么 他说我梦中有 委托菩萨跟我讲 赶快送这个米来 不米不被送来的话 我要被处罚 倒是可以这样 不过这个就是为大众 而且求复法 这OK 但是也要合法求 你比如说有一位法师 这都是真实的 我不讲名字而已 他在筑山洞的时候 拜法华经 很多人一直送水果来 但是他每次求 他是求截兰菩萨 他求截兰菩萨说 给我香用完了 请截兰菩萨能够 托人送香过来 他都没出门 也没打赖 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 然后 然后隔天一定会有人带香来 可是水果很多 他就说要求一个冰箱 怎么求都没有 他觉得 那冰箱那是麻烦的事情 反正你又饿不着 你干嘛要冰箱 他就 这是法师 这位法师今年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了 当年没那么多岁 当年他四五十岁而已 他在那拜 在山上拜 在台北 台北某一个靠山的道场里头 有三栋 在那里拜 然后他告诉我的 他拜法花经 他拜到脚底下出色异子 脚底下出色异子 OK 好 那么所以说是这样 那因此呢 这个关于刚刚讲的说 那个道教那里有佛菩萨的话 我想你不应该在道教 对道教的神继续 我说你如果皈依了 那你应该记得 那你就求佛菩萨 这道教的寺院 你看到佛菩萨 就尊重 恭敬 一样要念佛 或者是 当然你说 那在那里头 我对佛菩萨祈求可不可以 可以 你心中想的就是一般的佛 就是我佛教理解的佛菩萨 那当然可以啊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何不去 这个专门 就是纯粹的佛教寺院 你怎么跑到那里去求呢 偶尔遇到 那就这样吧 不然那就是尊重恭敬念佛 可以的 我把刚刚的回答是说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供一尊佛像在那里 那你就看了就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用 我们看阿弥陀佛的态度就看他 这是他没有动作 他没有仪式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他用什么观音古佛 观音妈祖来降价啦 降机 那就不是咯 因为佛门里头 至少汉传佛教没有这样子的仪轨 是这样 那那个时候那怎么看待那个事情呢 那应该就是一些鬼神 他好要尊重恭敬 那个观音菩萨 他有学那样子的法门 他以借这个名来表现的 这第一种 那第二种就是说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观音菩萨 怎样 那视线啊如何 我知道有些派系 有些某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佛教派别呢 似乎认可这个做法 那在这里我就不做多说 至少在汉地我们的一般宫庙里头所看到 他们也自己知道 他们名字叫做观音古佛 他一直也知道 他跟你们佛教 他说你们佛教不一样 他自己也是这样分的 我自己有个皈依地址 他就是观音古佛的那个庙 他名字也叫观音 观音寺还什么寺的 也是这样 他也知道 他说那是道教的观音 他们的很多做法 看起来像 有点佛教味道 但完全不是佛教 比如说他会拿一部经 法华经 还有法华经 那把你的名字写着之后 压在法华经的某一品里头 他说那个就是加持 或抗魂 是这样 他也还有这种说法 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佛教里头有的 你说他完全跟佛教无关 他用的是佛教的经典 你说佛教有关 他又用了一套 他们的一些做法 我觉得表法意义上 也不是说不能接受 他也没有做那些什么 练才什么事情 没有 但他就不是佛教 常用的方法 那这一点我必须说明 那叫让他是道教的 我说借这个菩萨之名来宏化的 我想应该这样理解 好不好 那就这样 师父不好意思 因为最后一个问题 想说可以一起回答完 那我快速的导读一下 那这位刘同学 他是说他本身自己的体质比较特别 他的起心动念容易遭感鬼神 然后他觉得备受干扰 那他是想请问师父说 如何从佛法中的修行来解决被鬼神干扰的问题 这在我们 我们做师父的 遇到这种人很多的 他这事情这么多 然后他就觉得略略一个什么念头 好像就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跟附身通灵有关了 有的只是附身 有的是通灵而已 他会来借机请你传个话或干嘛 那就是通灵 那有的就已经到附身的状况 刚刚有同学提到说 差一点要附身这样 所以这些情况你真的就要去皈依受五戒 你像人家索菲亚就 他就信了 那伊斯兰教去了 他就没这个事了 不是这是意思吗 那同样的 你做个佛弟子的话 应该要深入的去皈依 然后去受五戒 然后深入的理解 佛法里头的因果 然后真正依靠 相信听懂 佛法的道理 然后头归佛菲萨 你不头归 你还在好像有信没信的这样 那你就还在中间 人家就拉你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过去跟人家有约 或者过去就做过这一类的事 那因此你的体质呢 就容易成为机身 你要知道做一个机身 有两种先天的跟后天的 后天就要训机 训练 训练你要做机身 要有体能 也要懂得放开 然后他才能进来 特别是某一些神奇 他很需要某一种体质的机身 那你要去训练 配合他的需要去训练 是这样 那你都不用训练 就会这样 可见什么 过去的因缘 那你说八字比较轻啊 什么阳气比较不足啊 其实这不尽然 那一定有那过去的因缘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 在佛前使这个因缘 也要忏悔这个因缘 怎么想忏悔呢 因为过去你可能跟人家约定 太多的私人约定 所以他今天找你一点都不困难 是不是这样呢 进入你的身体一点都不困难 是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人乐意做这个事啊 你可能过去也是乐意做这个事啊 今天是因为你学佛了 你不愿意 还有种情况我还听过 他不愿意但是硬被拉去 就在那里拉拔 为什么 因为他没学佛呗 没学佛你就会真的这样 你能怎么抗拒 你过去跟人家约好的啊 对不对 所以说只有信佛法 或者是当然了 有人是信另外一神教这样 他有比较大势力 才有办法 不然你就会一直是这样 那你不能够心中起 犹疑 要恩不要 或者只是害怕 害怕你没解决事情啊 这样也不行 好吗 好 以上 这样 不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化播 护明 财团法人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化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妇女节举拜 地藏感恩贡修法会 恭送地藏经 点灯 贡水 护生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2年3月5日 星期日 时间下午1点开始 地址 南投县草屯镇中站路 254号 之86-4 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恭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9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3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9点 举办中锋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3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 即佛前大功 13点 30分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 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 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 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目佛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南魔 聚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出发心 护主 不动如来 南魔 聚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出发心 护主 不动如来 南魔 聚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出发心 护主 不动如来 念诵 以便 能消除罪障 直至成就 佛果 不堕